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时候 我们考试必考 不管是四六级还是考研 然后再是出国考试 因为这个话题太常见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来去掌握一下今天 把常见的一个表达 然后你学了这一课 老师会给你些东西 你要会去背 把这些该背的东西背好 然后就可以聊这个话题 来得非常好 这个话题是什么 我们看看这个话题 sports talking about sports 好 来我们首先来看看 我们常见的sports是哪些 你看这个是叫足球 对吧 那么一般我们是 比如说在国外 在中国可能是足球还ok 比如说我们说学英语啊 谈美国 英国那么足球肯定是国民运动 国球肯定是足球 那么但是在美国呢 你会发现大部分人不喜欢这个 为什么 not exciting enough 你玩了90分钟 那么长时间才进几个球 他喜欢进球进得多 所以我们看这个 比如说在美国 三大球 哪三大 第一个是basketball basketball 这个没问题 第二个呢 叫football 这个我稍微提一下 但这个football跟这个 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在美国叫什么 叫soccer 所以在英国和在美国 同样的东西 我们叫的东西 叫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好第一个basketball 第二个叫football 所以美国的football 叫什么 美式橄榄球 那么提一下 比如说美式橄榄球 这个这个背景 大家应该知道 美式橄榄球和英式橄榄球的区别 在什么地方 英式橄榄球 美式橄榄球全副武装 helmet 然后各种护具 对吧 那么英式橄榄球不穿 不是不穿衣服 是不穿这些护具 所以英式橄榄球 对你的身体的 这个抗冲击的能力 要求更高 是男人去玩英式橄榄球 去撞你 好 这是第二个球了 第三个叫baseball 叫棒球 ok 棒球 棒球也是 虽然球很小啊 但是因为它很popular 所以三大球 那么在欧美国家 还流行一个球 叫hockey ice hockey ice hockey是什么 叫冰球 中国人一般很少 玩冰球 除了这个东北内嘎了 对吧 也还是因为这个气候的问题 但现在确实 比如说在北京 我看越来越多的小男孩 开始玩冰球了 挺好的 今天我们会聊到 体育运动会对你 带来各种各样的benefits ok 好 我们先从对话开始 恭喜来 说一下 开始张嘴 还是那句话 口语是用嘴巴来练的 我带着你一起来读 过去来 did you did you did you watch the soccer game on tv last night soccer soccer did you watch the soccer game on tv last night last night I wish I hadn't why 好 这里面就是这个词 过去再读一下 soccer soccer 英国人交代叫什么 对 football 美国人称他为sucker 那么真正的美国叫football 英国叫什么 英国叫American football American football 叫美式足球 其实就是美式橄榄球 ok 好 这个说到这 那么我们先把英式英语和美式语相同的东西 它有不一样的说法 特别有意思 但是也very very confusing 有时候你跟他来进行交流 你真的要知道在干嘛 那我给你举个中文的例子 大家应该很熟 比如说像我去中国台湾省去旅游的时候 就会碰到很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看到一个东西 它称之为 大家知道吗 什么叫凤梨 这其实闽南语 不仅仅是台湾省 闽南语里面都这样叫凤梨 像一般我们普通话会说什么 凤梨 叫什么呀 对叫菠萝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 我当时都崩溃了 他说要不要吃土豆 土豆 我说土豆是喜欢的吃吧 结果上来一叠什么 大家知道吗 土豆叫peanut 花生米 土豆它称为花生米 那么我说咱们这个土豆 咱们叫的土豆 它们叫做马铃薯 OK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吃的东西 我也是一吃货 吃的东西 叫法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各地的方言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更何况美国和英国 对吧 这是一个 那么但是有的地方会让你confuse 你这个还稍微好点 但有的地方特别难受 像我跟一个台湾女生在那聊 聊天 不是聊别的 聊天 然后我说了爸爸 说一对话 他哇 你好 你说的话让我感觉好窝心 我当时一愣 我说我不都是说的一些好话吗 sweet words 怎么会让你窝心呢 OK 大家知道吗 在台湾省窝心是什么意思 窝心 好窝心 中国的窝心让我很难受嘛 对不对 窝呢 很难受 心里不舒服 这叫窝心 但是在台湾 竟然窝心是什么意思 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窝心竟然是表示很温暖的意思 所以 you know this is language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就是语言的一个魅力嘛 好吧 好 希望大家听完我的课 感觉很窝心 很温暖吧 来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音和美音之间的 同样的东西 叫法是不一样的 OK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些东西都应该知道吗 这什么 什么玩意儿 英国人叫 chips 过去先读一下 c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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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什么东西啊 大家想想 对 french fries chips 薯片 薯片 这个是建议大家一定少吃的 增肥 特别增肥 跟今天的主题不搭 今天就是让你减肥 让你健康 这个是unhealthy lifestyle 好 下面 另外一个 我们说看电影 英国 我们说go to the cinema go to the cinema 美国 go to a movie theater movie theater 跟我读一下 movie theater movie theater movie theater 但这个 说去说来 基本上还是ok的 对吧 大家也不会产生 这个misunderstanding 但往下 就开始窝心了 misunderstanding first floor 在英国 我们报个地址 你说你在哪 first floor 那么翻译成中文 你要怎么翻 英语当中的first floor 你要怎么翻 在美国叫做second floor 这个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 首先你要知道 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或者你是在哪 when you are in Rome do as Romans do 入乡随俗 如果你在英国 大家都这样叫 二楼就不能叫second floor 在美国二楼 就一定得叫second floor 在中国我们二楼就叫二楼 对吧 一楼 原来在英国叫做ground floor ground floor 美国first floor 所以我觉得美国 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first floor second floor 这不很正常 英国ground floor first floor 所以如果一个人说 I'm on the fourth floor 你翻译成中文怎么翻 你像我原来是 一直做翻译嘛 做了很多年 这个你一定要判断 他是哪个人 然后toker出 数学还好 同学们 I'm on the second floor I'm on the third floor 你马上 I'm on the third floor 马上翻 我在四楼 这个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很容易 一张嘴就错了 所以这个很讨厌 你首先要判断 他哪个人 然后判断 怎么样啊 是几层楼 要不要加一 很麻烦 那么来我们出一个简单的听力题 来挑战一下 比如说 I want to visit one of my friends named George George OK He just moved to a new place 然后会有一个 house warming party house warming party 我们叫暖房的 一个会 party 然后 但是我没去过嘛 于是我就跟他说 Hey George Which floor are you on? George说 Hey Leo I'm on the top floor I'm on the top floor And it's the 14th floor It's the 14th floor I'm on the top floor It's the 14th floor Question How many floors How many stories Are there in this building? 听懂了吗? 这个George就说两句话 你给我说一下 再来 I'm on the top floor It's the 14th floor Question How many stories Are there in this building? 这层楼 这座楼有几层 它叫两句话 I'm on the top floor It's the 14th floor 快来 来 想想 这一共有多少层 首先你最关键的 要判断一个东西 同学们 你首先要判断什么 它是哪人 这个很重要 我在这讲了半天 是音音还是美音 你首先判断 它是哪人 它是哪人 同学们 I'm on the top floor It's the 14th floor 你看都不卷舌 美音是要卷舌的 I'm on the top floor 音音和美音区别 我们会系统讲到 I'm on the top floor It's the 14th floor 我要见到字母二 我要卷舌的 所以他是英国人 至少说音音吧 对吧 说音音的话 再来 这是第一个 你要听得出来 第二个 顶层顶层是14层 14层翻译成中文 怎么说 所以顶层是几层 这是第二个 对 有同学数学还不错 顶层是15层 已经有同学说了 顶层是15层 所以这座楼 最高楼是15层 那么一共多少层呢 一共多少层呢 好 答案是14层 为什么 因为 一般的在国外 有一层楼是没有的 There is no 13th floor 对啊 它是没有13楼 或者在英国叫14楼 是没有13 这个number的 这个number 其实 everyone I mean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just as the same superstitious as each other 大家都很迷信嘛 就是人啊 有很多东西out of your control 于是呢 你就去想 肯定有个super power 超能力 你去祈求 可以得到一些 那个你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么所以 我觉得人多多少 都会有点迷信 在西方就13 就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 不吉利怎么说啊 来我们试试 有几个同学会说 吉利 吉利 不吉利 那么来我们换一下啊 比如你想表达这一次 13在西方是一个不祥的数字 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那么这句话 如果用我给大家讲的 how to define 用解释的方式来讲 你的口语就会很流利 就不会想到 不吉利怎么说 对不对 很简单啊 我会想到不吉利就是 它能够给你带来坏的运气 会了吧 坏的运气 不就行了吗 给你带来 bring bad luck OK 所以就很容易理解 人们相信它会给你带来坏运气 所以这叫不吉利 很容易理解 so generally speaking usually there's no 13th floor in buildings in western countries 那么在国内 我见过更酷的 它13也没有 还有什么 没有 进入特别是business 我们叫CBD的一些地区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但是很多这个businessmen are very superstitious 其实这批人才是 大头 superstitious 你一进这个楼 什么都没有 四层没有 你一看四层没有 13层没有 14层也没有 中国嘛 那么你还是可以说 number four is believed to bring you bad luck in China so people don't use it 或者people avoid using it 会说吗 是不是很流利 一下子可以把你想表达的东西 表达出来 对吧 好 这个说到这儿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分得清楚 很讨厌这个玩意儿 你如果真的要将来学英语 学得很好的话 那怎么样 就跟人家一定要交流一下 沟通一下 然后再来确定 他到底是说的哪一个 好 下面 公寓 这很容易啊 flat apartment flat apartment 这没有问题 下面这个字看 大家能不能通过这个 两个词组合 来猜猜什么意思 fly over fly over 音音不要卷舍 fly over fly over there's a fly over ahead just go straight along the street you'll see fly over 一样顿送的感觉 那么每音就不一样了 just go straight along the street you'll see an overpass there you'll see an overpass there 卷舌 然后更加流畅一些 就是他的语流的感觉 更加流利 ok 他没有 这种感觉 you'll see an over fly over there over fly fly over over there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叫fly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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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pass 从上面过去 overpass 你想pass 从上面过去 对 天桥 回来吧 过街天桥 好下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了 football sucker sucker football sucker 来 下面一个标点符号 顺便提一下 这个大家平常真的要积累 基本的词汇是要有的 基本的词汇 标点符号是一定要很熟的 比如我们斗号 句号 分号 引号 都会说吗 就看词典 一般的大的词典 后面都有附录 附录上面都会有这些东西 啊 句号 first up 英英 美国 这个词叫period period ok period 好 我给大家一句话啊 它不仅仅是表达标点符号 而且是表示有意义的 比如说 特别女同学 比如说 嗯 妈咪 今天我要跟一个男同学出去玩一下 然后晚上会晚一点回 你妈就一定会说 you have to come by home before night period 怎么翻 you must come by home before night period 什么意思啊 你必须九点钟之前回来 句号 其实这个period 就是表达句号的意思 但在口语里面特别有意思 它的意思 其实表达你一种态度 什么态度 大家想想 翻译成中文怎么翻 你必须九点钟之前回来 句号 你肯定不能这样啊 应该是怎么说 表达一个态度 我这句话就讲完了 其实就你就不要跟我在 怎么样 bargain 没有bargain的余地了 你九点钟之前必须回来 必须 你要翻译的话 可以加上这个 对吧 必须回来 必须的 那如果是像大家很多 我知道很多都已经不是学生了 可能这样对你说的人 就不是你的妈咪 而是你的gofriend 对吧 gofriend 对吧 你对你老婆或者gofriend说 我要去参加一个初中的同学聚会 同学们 同学会是一个很神奇 很危险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 所以一定要跟你老公或者男朋友说 怎么样 you have to come back home before night period 你九点钟之前必须回来 否则 其实period 否则就不要回来了 对 挺有意思 这是表示一个态度 以后就记住了 表示很强硬的态度的时候 说完一句话 后面加一个标点符号 句号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标点符号 我顺便提一下 就在口语当中 也经常会提到 他不说出来 这个标点符号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要进行交流 你会发现 verbal 通过语言来进行交流 是一少部分 真正的更多的信息 是通过什么传递呢 是通过你的body language 叫non-verbal expression 非言语 对吧 就是两个人 你会发现眼神 就可以传递很多东西 然后首饰 非常非常多 来你想想 这是一个 一个什么 比如说 I really love you 这什么意思 I really love you 这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标点符号 大家不要觉得我在挠痒 这不是小兔子 这挠痒 也不是 这是一个标点符号 什么标点符号 quotation mark quotation mark 这是叫引号 那么引号也是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I really love you 对不对 什么态度 繁语嘛 对啊 表示繁语 讽刺的意思 所谓的 对吧 所以你要在交流里面 口语里面 除了张嘴之外 时时动动手 也可以表示很好的意思 好 这个我们继续往下 下面一个也是 特别容易搞混 尤其是想送孩子到国外的同学 你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在国外 比如说在英国叫state school 什么叫state school state 国家的意思 对吧 国家的学校 那你觉得是什么 什么学校 对 刚才这个 我看了一下 这个是OK的 这个是对的 按照这个表来记 state school和public school 是一个东西 然后在英语当中 public school 到美国就变成了private school 所以不要被这个所误导 不要在英国一说public school 其实是private school 然后就他说state school 才是public school 不过总的来说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美国 哪个学校更好 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在国外一般来说 是私立的是更好的 有钱人才会读得起私立学校 更好 那么这个东西呢 老师是给了大家 积累了很多很多 相关的词汇 这是你常用的这个词汇 那么助教老师 会把我们的积累的 一张完整的表 发到群里面 大家好好看一看 然后看一看 有没有哪些词 自己还是认识的 然后跟自己生活 或者学习 什么相关的 我们有张完整的表 会发到群里面 大家注意查收一下 好 再往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 I wish I hadn't I wish I hadn't 它是表示 我希望 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希望没有做到 后面又是加虚拟 又是加虚拟 虚拟语气 三个东西 哪三个 过去 现在 未来 第一个 过去 I wish I 讲过 hadn't done I wish I hadn't done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跟现在想法 I wish I did 现在相反 第三个 跟未来相反 I wish I would 都是过去是 I will 变成 I would OK 那么 I wish 后面一定是 相反的事情 或者说 要发生的事情的概率 极小 我们才会这样说 要发生的事情的概率 极小 OK 好 那么 我们再来说一下 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与过去相反 就这句话 我真希望我没看过 我跟你 看过吗 我真想我没看过 全句 跟我一起来说一下 I wish I hadn't watched 这里要加一地 I wish I hadn't watched the soccer game on TV last night I wish I I wish I hadn't watched the soccer game on TV last night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再来看看 I wish I did 与现在相反 我真希望 我真希望我像你一样高 怎么说 我像你一样高 如果是正常的 现在一般是 明天要下雨 明天天气暴暴了 肯定会下雨 下暴雨 OK 我希望明天是个晴天 那怎么说 I wish it would be it would be OK it would be a sunny day I wish it would be a sunny day 但是 基本上 是不可能 是sunny day I wish it would be a sunny day 好 这个全部 都要 把时态 要搞得很清楚 再说一遍 过去 再往后走一步 就变成 过去完成时 OK 然后现在 往后走一步 过去时 将来 往后走一步 will 变成 would 过去时 就行了 这是表示一个 愿望 那么这个愿望 是怎么样的 是不可以实现的 所以一般都会说 I wish 好 这三句话 恭喜再来说一下 我希望我真的 没有看过 I wish I hadn't watched the soccer game 第二个 我希望明天 是一个大晴天 我真希望明天 是个大晴天 对 中文里面要这样说 我真希望 但其实不可能 我真希望明天 是个大晴天 I wish it would be a sunny day tomorrow I wish it would be a sunny day tomorrow OK 再来 我希望我跟你一样 聪明吧 我希望我跟你一样 聪明 I wish I were as smart as you are I wish I were as smart as you are OK 好 这句话说到这儿 郭琪再来一下 Did you watch the soccer game on tv last night I wish I hadn't Why 为什么呢 这句话再来 不要 还是这样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郭琪来说一下 Did you watch the soccer game on tv last night 闭上眼睛 Did you watch the soccer game on tv last night I wish I hadn't Why I wish I hadn't Why OK 郭琪来读一下 The ref sucked big time The ref sucked big time I don't know where they found such an idiot I don't know where they found such an idiot Such an idiot OK 好 我们先看看 The ref 什么叫ref refery refery refery是什么呀 裁判嘛 一般我们就说裁判裁判裁判 这里面很少用judge 一般用refery 裁判 suck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口语了 所以在正式场合 一般我们不这样说 一定是非常地道的 口语的情况 我们才会这样说 suck就是一个动词 它是表示糟透了 叫be terrible 所以如果是碰上第三人生单数 动词要加一个s 对吧 it sucks it sucks 我们看完一个电影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movie it sucks it sucks i wish i hadn't watched this movie i wish i hadn't watched this movie it sucks OK 好 那么说这个裁判糟透了 big time 记住这个表达 它是表示加强语气 加强语气 就是very really 就特别口语的意思 big time big time 加强语气 那么下面我们会学到 这是糟糕 那么 好 除了great terrific 那些词之外 再告诉大家一个词 也是一个动词 rock it rocks it rocks you rock 一般我们说你真棒 你那个叫棒 棒呆了 就那种 you rock 记住这个表达了 rock 那么你也可以说 you rock big time you rock big time 你太棒了 rock sack rock sack big time 表示一个程度 继续 这句话 跟我一起再来说一下 说的时候 建议大家带一点点感情 你想想那些裁判 糟透的裁判 the refsack big time the refsack big time big time 再来 I don't know where they found such a needy 好 这里面 主要是 搞一个东西 三个词 跟我连读 我们连读学过吧 四个字 的关键 要素 或者关键的原则 哪四个字叫 哪四个字 四个字关键点 我们叫什么 前 辅 后 元 对 前辅 后元 音节重新打散组合 原来是 such an idiot 现在就是 such needit such needit such needit 过起来 such n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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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they found such need I don't know where they found such need I don't know where they found such need 这样速度 你才可以快起来 好 再往下 well what was the score score 分数 比较简单 what was the score our team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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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 tie tie 你就想想 tie tie 其实作为一个动词 叫寄的意思 寄的意思 tie your shoes 把你的鞋带 寄好 寄 那么寄的紧紧的 两队咬的紧紧的 很容易理解 就是平局 visiting team 另外一个词一出来 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home team and visiting team home team visiting team home team 主队 visiting team 客队 our team tie the visiting team 我们和客队 打平 0 to 0 0 to 0 问题吧 好 这里面 非常口语化 特别棒的一些表达 棍奇再来 不要睁眼 不要睁眼 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棍奇来 我先慢 再快 the refs suck big time I don't know where they found such an idiot well what was the score our team tied the visiting team 0 to 0 好 继续 move on I can't believe it 下面正眼 鼓起来 大声的感慨一下 表示你的surprise I can't believe it 我都不敢相信了 其实它就是表示一个surprise 那表示surprise呢 我们有很多 my 不要一天到晚 只会一个词my god 其实很多很多 my Jesus Christ 其实都是上帝的意思 Jesus 不就是耶稣吗 Christ 耶稣吗 然后连在一起 Jesus Christ 还有一个叫 Lord Lord 也是上帝 my lord 我的天哪 全部都是一回事 尝个中文 我觉得这里面 中西方的文化是相通的 都喊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OK my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my lord Lord 全部都可以 再来一句话 I can't believe it neither team 或者叫neither team 这个两个发音都可以 neither team scored 没有一个队 得分了 the fans must be very disappointed 比较简单 过 这句话功能 速度起来就可以了 the fans must be very disappoi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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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ans must be very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they almost raised the roof 原型 raise the roof 想想的是什么意思 跟中文一模一样 特别像 我觉得还是两种语言 很有相通之处 叫先犯了房顶 就是声音太大 然后大家太闹 先犯了房顶 就是表示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noisy 都可以这样说 没有问题吧 这个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 在想到房顶 我想到另外一个表达 叫heat the ceiling 这个词也记一下 heat the ceiling ceiling 天花板 heat 打 打天花板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楼上咚咚咚的 很讨厌 然后你就拿一个杆子 咚咚咚咚 heat the ceiling 也是非常生气 所以heat the ceiling 什么意思 打天花板 非常生气 extremely angry extremely angry ok 然后你回家 告诉自己的爸爸 啊我数学考试又不及格 your father hit the ceiling your father heat the ceiling means she he he is extremely angry 特别生气 好 再往下 but our goalie made one save oh my gosh it was amazing my gosh it was amazing 再来张嘴 my gosh 一模一样啊 god gosh my gosh my gosh it was amazing 碰到这种简单的 应该是特别流利出来 it was it was it was amazing 什么叫goalie 好我们一起再来学一下 学完一个足球啊 你至少各个位置 你要很清楚 大家看看 像不像足球解说的 这个节目了 好 首先第一个 goalkeeper 守门员 这个没问题 恭喜再来说一下 goalkeeper goalkeeper 或者我们里面 比较口语化的goalie goalie 第二个 defender 后卫 defender defend 很容易理解 防守嘛 再来defender defender 中场 mid filter mid filter mid filter 中 mid 场 field 一二 人 中场队员 mid filter mid filter 前锋 forward go forward 就是往前走的嘛 forward forward 再来最后来一遍 forward mid filter defender goalkeeper 记住了吗 好 不要看啊 看完看 看看完 来说一下 守门员 后卫 前锋 中场 能马上能记住吗 好 再回来 问题啊 what did he do what did he do 好 这里面 一些发言技巧 全部都出来啊 what did he do 所以你会发现 有几个东西 我都没有念啊 这个课是肯定不会给你念的 然后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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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为什么会念成这个 what did he do what did he do what did he do 为什么会念成这个东西 好 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今天的发音的规则 叫爆破音 爆破音 首先这几个音过程期读一下 这几个字母呢 也正好是发这几个音 那么可以加一些 加上横杠 就是表示 音标的符号 如果没有横杠 就是这个字母 没问题啊 我们加一下 来 过去说一下 什么感觉 是不是感觉气流在你们嘴里 砰砰砰 发生爆炸 所以我们在语音学的角度 就把这六个音叫做爆破音 那么下面告诉大家 什么叫失处爆破 爆破音 好 来 失去爆破 失去爆破 四个字记住了 原则 这个原则很容易记 前爆后辅 爆就那六个嘛 刚才给大家说的 那六个音 前面以爆破音结尾 后面以辅音开头 后面以辅音开头 然后就会产生失去爆破的现象 失去爆破有一点难 失去爆破是什么意思呢 叫只做动作不发音 我再说一遍 前面一个单词以爆破音结尾 后面一个单词以辅音开头 那么前面这个爆破音就会产生失去爆破现象 失去爆破叫只做动作不发音 所以动作是要做的 你不能动作都不做 然后一下就过去了 那叫吞音 那是很错误的发音技巧 OK 好 那么什么叫只做动作不发音呢 来 我们来试试啊 你看 看大家能看看我的嘴型 猜我在说什么 像我们原来小时候 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和你趴上玩玩这些 有情趣的一些小游戏嘛 好 你看我在说什么啊 猜啊 我在说什么 这个猜对有奖啊 这个能猜出来 来再试试 看能不能猜出来 我再说一遍 仔细看我的嘴 嘴型我在说什么啊 看有没有人猜出来 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个有一定的难度啊 好 再给大家五秒 我看有没有人跟我反馈一下 猜一下 猜一下 在说什么 我估计很难 这个这个真的很难 好 你一边写 我一边告诉你 我在说什么 你看看啊 叫 Good evening everyone I'm Leo 我的英文名叫 I'm Leo I'm so glad to be here today 是吗 你看是不是这个 是吗 OK 所以你看我现在是 整句话跟你 只做动作不发音 那么我们对大家的要求 是只要你在进行 吃吃爆破的时候 对爆破音 只做动作不发音 好 先举个小例子 bad boy You're bad boy 你是个坏男孩 你一样女生要对你说 You're so bad 什么感觉 你应该怎么回答 You're so bad 你不要来一个很生气啊 你一个女生跟你说 You're bad boy You too You're bad too 那就完了 对吧 人家如果是跟你说 You're so bad 你应该怎么说 Yes I am 明白 好 我们继续啊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 你要说bad boy的话 这个 d是典型的爆破音 b就是辅音 它虽然也是爆破啊 它是 也是属于辅音嘛 辅音是更大的一个类别嘛 它属于辅音 所以就会产生 适适爆破的现象 所以你就不能够念成 bad boy 不能念成 bad boy 不是bad boy bad boy bad boy 而是要念成 这个d就 没有声音了 好吧 没有声音发出来 直接的把它去掉 但是你要做一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 你的舌头在哪 我问大家 发d的时候 你的舌头在哪 又是那个地方 叫舌尖底柱 上齿吟 舌尖底柱 上齿吟 对吧 舌尖底柱 上齿吟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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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吗 我给他画的口腔式一图 舌尖底柱 上齿吟 你一定要不要碰牙齿 一定不能碰牙齿 中国人一张嘴 你会觉得很搞笑 I don't know what to do me too to mato 为什么 因为全部碰牙齿了 你在这个地方一定不能碰牙齿 I don't know what to do me too tomato bad bad 好 正常 我们先来正常发 bad bad 很好 那么只做动作不发音 bad 手指上去 bad bad 连起来 bad boy bad boy bad boy good are you a bad boy 好 继续 下面 来我们来一句话 把这里面的发音介绍找出来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好 来 过去 连读 time time man 这个d 就是没了 虚拙把破了 time and tide time and tide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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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no man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念快一点都会出现这个 我特别强调一点 如果你念的慢 什么发音技巧都没有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们在语流当中 所以才会产生这些发音技巧 速度得快一点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ok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学了两个最关键的发音技巧 一个叫联读 一个叫识识报告 联读和识识报告你学完之后 每句话里面肯定都有 没有一句话里面没有联读和识识报告的 好不好 这样你的速度一下子就不一样 好 我们再回来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就知道怎么念了吗 这个没有了 识识报告 what d d 这是弱度 讲过 h cut单词 在剧中非重的情况下 h不发音 所以这就变成1了 是d d 就变成这个 what did they do what did they do 所以速度啊 同学们 为什么一定要你的速度提高 只有你这样读出来了 人家这样说话你才听得懂 要不然你永远听不懂人家这样说话的 大家去想想 只有你自己说得好 说得快 说得对 你才可以听懂 人家说得好 说得快的 如果你自己说得很慢 说得很烂 说得很错 你怎么能听懂 你怎么能听懂人家说得好 说得快呢 对吧 所以你自己口语 要提高 口语提高了 听你自然 水涨 传口语提高 说得很快就过去啊 刚刚刚讲过 绑极了 it rocked otherwise the visiting team would have scored otherwise 否则 他 就会怎么样 但其实是没有啊 叫would have done嘛 其实就是一个虚拟嘛 if you had done you would have done 就是这个过来的 the visiting team would have scored 所以我跟大家说 语法其实在口语当中 是很重要 那怎么去掌握呢 多说几句话就OK了 你把这句话要说得很溜 你的虚拟也搞定了 然后这个速度也搞定了 然后我们说那些时态 也都搞定了 对吧 所以这其实就是大量的练习 大量input 然后给你语感的练习嘛 好 这句话过去再来一下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闭上眼睛 过去来 what did he do what did he do 你要知道我在说什么 what did he do when he was making the save he hit his head against a gold bar dude you should have seen it dude you should have seen it it rocked it rocked otherwise the visiting team would have scored otherwise the visiting team would have scored OK 好 继续 最后来 我们就把这刚才这一段 认认真真的 复习一下 来进行 示意的练习 看看 你昨晚看电视 转播的足球赛了吗 想想怎么说 张嘴张嘴张嘴 张嘴 did you watch the soccer game MTV last night 没看就好了 我真希望自己没看 I wish I hadn't 为什么 why 继续 裁判糟透了 裁判 残判 the ref the ref 糟透了 suck big time suck big time 下面有点生气 说脏话 ediot I don't know where they found such an idiot 比分是多少 what was the score 达成平手 平手 想想 记在一起 记在一起 tied visiting team tied visiting team zero to zero 我简直不敢相信 I can't believe it 非常的 surprise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两队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n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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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m scored 球迷们很失望 must be very disappointed 失望 disappointed 他们都把屋顶给掀了起来 they almost raise raise the roof 但是我们的守门员 做了一次很好的铺就 想想 save save铺就 天哪 太棒了 it rocked it was amazing 好 继续 what what d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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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do 接球的时候 头 撞到门桌上了 when he was doing something he did something 注意一下 when he was making the sav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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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goldbar hey dude 你真应该看的 you should've seen it should've seen it it rocked 不然 客对 就会得分 otherwise visiting team would have scored otherwise the visiting team would have scored OK 好 这个东西回去之后继续啊 我们每天要打卡 那么现在打卡同学 你会发现老师已经给你做了一些语音上面一个点评 然后到最后我们会选出最好的同学 给出我们的奖励 好不好 好 继续加油 那么下面呢 来再跟大家讲讲口语的学习的方法和技巧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叫体育 那我经常讲一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口语一定要好好准备 准备什么 背诵 那么我们大家一定要再看看啊 前面讲的关于口语学习方法的总体的介绍 有四种方法 还记得吗 有更读 retelling叫复述 背诵 还有叫interpretation 其实一直都在帮大家做 那么今天我重点讲讲背诵 背诵呢是七大领域 每个领域选四到五篇文章 这个到最后 我们就会给大家这三十篇文章 你自己可以现在先 把我们每天的内容先搞定 我先跟你讲学习方法 然后完了之后 这段时间 搞定之后 努力好两个星期 十天 搞定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背大量的这些文章 好 那么 今天讲的是什么 今天讲的是sport sport其实就跟个人相关 经常会提到什么 my hobby my favorite what's your favorite sport what's your favorite sport pass time 叫休闲娱乐 你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是什么 你可以说sport 所以只要背了这个sport 这个 关于这个个人的 这一点就非常好的一篇 非常好的一篇 而且为什么要大家三十篇呢 每篇差不多是 两到三分钟左右 就ok了 那么比如说我们每篇三分钟的一个长度 你自己背下了三分钟长度 三十篇是多少分钟 大家想想 一篇三分钟 三十篇一共多少分钟 对 九十分钟 九十分钟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的话 我就说你拼命一个月 幸福一辈子 就经常说的一句话 再说一遍 拼命一个月幸福一辈子 我一天就背一篇文章 我三十天就背了九十篇 就背了九十分钟 三十篇 那么九十分钟的话 也就说 我就可以和一个外国人进行自由的交流 至少交流三个小时 为什么 你说一半 我说一半 那么 我当然说的很溜了 为什么 我背背 我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才了 只要跟你聊这个话题 我有东西啪一下抛出来 跟你聊那个话题 啪我就跟你聊 我准备好的 全部一下子背出来 多棒啊 那么 永远不要去想 这是背好的 当然是背好的 当然是背好的 你觉得哪一次成功的演讲 不是事先准备的 就算所有的记性演讲 记性演讲是来自哪 你觉得东西都是他临场想出来的吗 记性演讲 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平常练习的材料 跟他相关 最多百分之一的内容 跟现场可能来一个现挂 我们在那个像上面说现挂 跟现场稍微互动一下 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实际准备好的呀 我平常下面的练习呀 所以不要说人家啊 他是背好的 他背好说明他下面下了很大的苦工 背是永远是最捷径 这叫short cut 最有效 而且能够最在最能在短期提高你的口语 OK 所以这个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 那么今天就带着大家来简单的背一小段 我们完整的长篇会给大家 我们先来一小段 这是关于sports sports 第一个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benefits of sports sports的益处 体育运动给你带来的益处 这是经常聊的一个话题吗 来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益处 这几句话你现场就背首 然后你现在就觉得自己口语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话题是什么 都可以啊 My favorite pastime In my spare time I would like to do sports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benefits of spor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今天会给大家讲几个啊 我觉得很棒 第一个 sports improve your mood 什么叫mood sports improve your mood mood是什么 情绪 OK 它能够调节你的情绪 能够给你带来好的心情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 为什么呢 physical activity triggers brain chemicals that make you feel happier and more relaxed 这句话 恭喜再来一遍 这就是长句了 这种长句 稍微背一两句 哇 感觉完全都不一样 恭喜来 physical activity 体育运动 trigger 什么叫trigger trigger作为一个动词 名词 作为一个动词 I have a gun and I pull the trigger 一般会这样说 pull the trigger 抠动 扳机 所以trigger 它是叫扳机的意思 OK 扳动扳机 那trigger作为一个动词 它就是什么 引发的意思 引发 会带来 多棒一个词 再来 physical activity triggers brain chemicals 能够让你的大脑 来分泌一些 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 后面是简单的 一个定层句 来修饰一些 化学物质的 什么样的化学物质呢 make you feel happier and more relaxed 让你更高兴 更放松 这句话会背了吗 我们来试试 physical activity physical activity triggers triggers brain chemicals 所以这是 主卫兵很简单 再来 我们说体育运动 能够使你的大脑 分泌一些化学物质 过去再来 说一下 实在不会可以看看 要稍微会一点 就最好是不要看 我带你一起来背了 第一个 物理 第一个 肢体运动 可以帮你大脑 分泌一些化学物质 physical activity triggers brain chemicals 能够让你 更快乐 能够让你更轻松 that make you feel happier and more relaxed 好 所以第一句话 很简单 所以第一个 我们再回头来说 今天我想聊一聊 体育运动的各种好处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benefits of sports number one 你就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会吧 number one 它能够调整你的心情 sports improve your mood sports improve your mood 然后进行解释一下 体育运动能够让你大脑 分泌一些化学物质 physical activity triggers brain chemicals that make you feel happier and more relaxed 多棒啊 好 第二个好处 我们再来 sports improve your concentration 可以让你提高你的注意力 提高你注意力 让你更加集中精力地做某事 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还是这个东西 规律的 比如运动 helps keep your key mental skills sharp keep something keep mental skills sharp 作为一个形容词 使它保持很敏锐 能够让你的一些能力 保持很敏锐 as you age 随着你年龄大 它还是能够保持你 很好的一些 skill 很敏锐 age 这里作为一个动词 age 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 叫aging population 什么叫aging population aging population 老龄化人口 对 大家都在不断地变老 老龄化人口 as you age when you age 当你变老的时候 它还是能够 keep your key mental skills sharp 你就背这句话就ok了 那么后面给你解释一下 这包括哪些 我们说大脑的主要的能力 第一个critical thinking 这个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我觉得特棒的一些表达 critical thinking是中国里面很少有的 而且有很多人翻译的也是有问题 它叫翻译成为什么批判性思维 它其实不是对一个东西进行批判 我觉得更好的翻译叫思辨能力 就是第一个是很全面的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能够非常有架构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非常有逻辑的来进行对这个问题来进行看待来进行分析 所以这是思辨能力最关键的一种能力 像中文里面很少强调这个 但是在西方教育里面这个特别强调 critical thinking 思辨能力 全面的看待 然后是有层次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再来learning 学习能力 and using good judgment 和好的判断能力 好 这只是解释啊 你就背这一句就OK了 恭喜再来说一下 不要看 不要看 我来说一句 你来开始说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helps keep your key mental skills sharp as you age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再来一遍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helps keep your key mental skills sharp as you age so sports improve your concentration 好 再来 我们再过一下 看还有什么好处 这个很容易理解 reduce stress and depression 能够减弃你的压力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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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ss 如果感到一个人很压力 stressful I'm so stressful recently I'm under great stress I'm so stressed 两个说法 I'm stressed I'm stressful depression 抑郁 depression 是比较的严重了 它叫抑郁了 depression 好 它可以让你happy你知道吧 reduces the levels of stress hormones in your body 它能够减少你的压力激素的水平 hormone 激素 压力激素的水平 它能减少它的分泌 就是这意思 reduces the levels of stress hormones in your body 所以 it can reduce stress and depression 这个回来啊 再来 下面一个 improve sleep habits 能够帮你培养好的睡眠习惯 因为大家老是怎么样 几点钟睡 建议大家啊 按照中国的中医的传统理论的话 11点钟要睡觉 为什么 紫时 我们经常说千金难买紫时教 紫时是几点 这个大家知道吗 一定要知道一下 紫时是几点 中文当中的紫时 紫时 紫时不是12点啊 是11点到1点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肝脏排毒啊 有各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 这个天地当中阴气最重的时候 你要睡着 你要不睡着 这阴气就会入侵体内 会让你虚 是这个意思 好 anyway各种说法 但是确实是早睡早起 确实是很好的 那么怎么样养成这个习惯呢 第一个扔掉手机嘛 对吧 第二个 你睡前可以学学英语嘛 保证可以养成很好的睡眠习惯 第三个来听老师课 对吧 听听的 嗯 睡得很香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sports and other forms of physical activit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可以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这没问题吧 这些 现在希望大家就能够背下来 再来下面一个 sports help you maintain a healthy weight 能够让你的 weight 这也是一天到晚 女同学一天到晚担心 I'm on a diet I want to lose weight 我要减肥 我想减肥 让我节食 你节食还不如 做什么事情 sports 对啊 多动 individual sports sports分两个 我们还有一个叫什么 team sports team sports它的好处 下面会跟大家讲的 团队 一个是团队的体育动 一个是个人的 running cycling weightlifting are all particularly effective ways to burn calories 我们要减肥 就是要燃烧你的 卡路里 calorie 确实是这样说 叫burn calories 燃烧你的 卡路里 又说到一个说法 burn calories burn calories are effective ways 很有意思啊 这些表达 继续 boost your self-confidence boost 就是improve 跟improve 一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说 提高 促进 有很多说法 除了刚才improve 现在又有一个词 boost 或者我们还可以说 build build up build up your self-confidence 可以提高 你的自信 the regular exercise that comes with playing sports can boost your confidence and improve your self-esteem 两个词过 你去过一下 第一个 confidence 自信 第二个 这是自尊的意思 esteem 尊敬的意思 self-esteem 自尊 我们有自信 还有自尊 这两个词 记住 都是能够 improve improve your self-esteem boost your confidence 这也是体育运动的 一个好处 多好 再来 have been linked to leadership traits 这是最后一个了 今天跟大家讲 最后一个好处 traits 就是特性 特质 我们经常会提到 characteristics 就是你的一些素质 特质 它和 领导的 lead 所具备的一些素质 紧密相关 可以锻炼你 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 团队 协助能力 team sports such as soccer 一看这就是 美国人写的 baseball and basketball are breeding grounds 这个表达很棒 breeding grounds breed 叫繁盐繁育 喂养补育的意思 breeding grounds for leadership traits 它能够培育 叫地点 它能够培育 你的领导力的一些才能 ok 好 把这几个好好去背一下 这几个对大家来说 是比较少的一些句子 其实也就七个 七个的话 你如果自己在这说的话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benefits of sports ok number one sports improve your what number two sports improve什么 然后再加上一两句话的解释 什么感觉 wow you are an expert 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不就口语就很好了吗 然后只要跟人家聊 跟sports相关的一些话题 马上扯到他就ok了 ok 明白吗 好 这个完整的东西 大家也会在群里面拿到 我们助教老州也会发给大家 大家先把我挑出来这几句 精华背首 然后完整的东西 有精力 有余力的同学 绝对强力推荐 大家去好背一下 好吧 行 这些先讲到这儿 今天讲了sports 我们下一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